離開黨和政府 我什麼都不是 我家世壽國恩 唯有金鐘報國 你看 被退8000多塊人民幣 多少錢 差不多 3萬5、3萬6台幣 然後你卻說 希望這些款項可以用來改善名稱 你瘋了吧 唉 我們台灣人在拿退稅 在拿一些補助 在拿一些福利點的時候 中國人在還錢給政府 來貪污 往後腳來拍拍拍 就拍這麼小的齁 哎呀別嚇人啊 最近市政府要求我們退還2021年的部分獎金 我要退8000多 我的一切都是黨和政府給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中國 又又又又又又又 禁止了我們的水果 這次禁的是 芒果給出的理由一樣是 有害蟲 顯示中國真的沒招了 芒果的慘季都快結束了 你禁給小火龍看就飽啦 而我們現在出口大中是其他國家 日本韓國他們也沒有說什麼有害蟲 每次到你這你就說有害蟲 奇怪了 你說台灣是你的一部分 所以是你自己的一部分的國家 還要進出口到自己的國家 還被抵制 你在搞笑嗎 就如你所說的 我們只是一個省對不對 我們連特別行政區都不是耶 如果你說香港 它是特別行政區 有這樣的操作 還算可以理解吧 台灣是省耶 每年都在玩這招你玩不膩嗎 你玩不膩 我都看膩了 這種操作啊 唯獨只剩小粉紅 覺得 好像制裁到我們台灣經濟啦 但其實我也要感謝你啊 盡早的制裁我們 讓我們有更多時間準備 像2019年特色管理前 我國出口到中國芒果產量是40% 現在只剩總產量的0.5%而已 而現在已經進入產季維生 應該只剩下0.001% 會被你制裁到吧 賣去中國美工頓 只賺5.8萬台幣 賣去日本的美工頓 可以賺25.3萬台幣 賣去韓國的可以賺 美工頓19.5萬 價格分別是中國進價了4到3倍 而當然你賣去那種 人均收入越高 或是這個他的中位數薪水 發展指數越高的國家 你當然可以得到更高的價格 中國為什麼之前 我們可以賣到那麼多 感覺賺了很多錢 就只是因為他人口基數大 僅此而已 所以我們進價到日本到韓國 是中國進價了4到3倍 而2018年啊 我國農產品外銷到中國的比例 那個時候是23.2% 到今年上半年啊 只剩下9.1% 那中間流失的都轉去歐美日韓了 這個年代還說要靠中國發大財 真的是笑死人耶 他們中國自己農民受災 或是水果賣不完 中共都不鳥的 我這個影片兩年前那個時候 禁止鳳梨的時候 我就揭露過一些他們自己農民 水果賣不完 然後是這個農產品受災 政府不鳥的耶 他們不會有所謂的人大或政協 過去關心你耶 什麼省長省委書記 市長市委書記 再下面一點的村里長 街道辦事處 他才不管你了耶 還說要照顧我們台灣人 前幾個月不是說台灣統一之後 可以給台灣人民很多福利跟待遇 你看如果我們台灣被中國拿去 我們這些你們農民的農保 退休金什麼的 每個月就剩下100多塊人民幣了 而像今年南部缺水嘛對吧 那嘉南平原那邊啊 就宣布禁止灌溉 因為缺水了嘛 你連民生用水都不太夠 因為沒有下雨 所以你們這些農民啊 不要去灌溉 但沒關係 我會補償給每位農民 每母地6400塊台幣 那我們再看看中國 前幾個禮拜人禍洩洪 但每母地只賠償40塊台幣 就是9塊錢人民幣 你還不能怪政府 有的拿就不錯了 是舔共台灣人算數不好 還是你們壞 6400塊跟40塊差了160倍 我們的這個物價應該沒有差到160倍吧 然後你們也不用洗地 中國有些地方 譬如說東北啊 他的物價好便宜 對啊 但他薪水也低啊 我就問你 你在這個已開發國家 你來歐美日韓 你來看一下物價高的地方 是不是高收入水準 不然這樣你也可以拿非洲來舉例啊 你看 非洲司機餐好便宜哦 所以非洲比歐美日韓都進步 不要跟我玩這種文字遊戲 很好笑 所以這個年代還說要靠中國賺錢的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正常國家之間是平等做生意對不對 在中國不能平等做生意 既然在中國現在產量只有0.5% 但中共為什麼還敢一直在做這種沒有傷害性的制裁呢 因為出口到中國的農民還是有的嘛 哪怕只有100個 那也是100張選票對不對 對中共來說他完全沒有損失啊 即便中國進口商賺不到錢 也無妨 畢竟中國人沒有選票 但是台灣人有選票 他可以怪說 是民進黨挑釁 是民進黨害我沒有收入 所以我不要投民進黨 我要教訓 OK 中共就成功了對不對 應該沒什麼人吃過台灣水果吧 你們吃的那些也是偷來的技術啊 像這個鳳梨啊 像芒果 都是我們的技術過去了 在亞洲來說 台灣跟泰國是水果王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可以否定這種公認的事實 然後說 哇台灣水果不好吃 你確定耶 你真的確定耶 那不然這樣 中國是世界王國啦 中國也是水果王國 泰國台灣都比不上耶 在我們正常的邏輯觀念之下是 你跟我買東西是你有需求 我賣給你嘛 我賣東西一方面我是想賺你錢 而我看到 這個客群有這方面的需求 所以大家是平等的嘛 但田工台灣人跟小粉紅都有一個邏輯是什麼 台灣跟中國買東西 等於台灣靠中國人養 反過來 台灣賣中國東西 也是台灣要靠中國人養 總之 怎麼樣都是中國人要養我們 中國人都贏了 中國打台灣 中國要贏 中國不打台灣他又贏了 把我剛剛倚上了台灣啊 換成日本或是歐美 也是適用的哦 所以中國這種社會氛圍 為什麼會有那種動不動就貴啊 動不動就說我是誰是誰的爹啊 誰是誰是我的爹啊 我是你老子對不對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心態 其實你從他們集權政府在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那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通常是指某個國家在特定優勢期間 但維持在太久的時段 無法再突破高峰 一直在那邊甚至還下滑了 當然啦 這裡的原因有種種 而失去了出口的競爭力 無法跟更低的國家去競爭 但同時你又無法進入高附加價值的市場 這些經濟體系之中 你沒有辦法像蘋果那樣 你沒有辦法像這個 特斯拉這樣子 中國這個比亞 我估計這幾年是個大爛尾收場 好 OK 我們再講到中國 這個陷阱裡面符合了什麼 像外資大量撤離 到東南亞區 所以現在世界也正面臨一個轉移的陣痛期 但這個陣痛期是會結束的 結束之後最慘的是中國 所以中國現在越來越失去廉價勞動力的優勢 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薪水漲上去了 產業轉型了 也不是外商覺得他們勞動力成本太高 而是因為中共的政治原因導致的 導致中國的產業在沒有升級的狀況之下 這些低中端產業外移 所以這些在中國所謂的底層 那也無法轉型又沒有收入 所以中國現在進入通縮緊縮時代嘛 對吧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中國人民的收入會更低 大家又不敢消費 樓房更買不起 加上大量的爛尾 大一帳款項 先前買房投資的人 邪本無歸 你錢都投進去了 那這個房價跌了 你資產就減少 資產減少 人民薪水也是跌的 那我更買不起 我更交不起這個房租了 那有錢的人啊 錢都轉移到新加坡或是美國 有些窮人啊 但是他有普世價值的 也大量走線去美國對不對 所以最近墨西哥有個網紅走線大橋 許多走線的中國人 去那邊必定打卡 所以在中國有錢的資產轉移 或是拿他國公民身份 那窮的有見識的都偷渡了 在中國只剩下中產再撐 為什麼 因為中產他只剩下這些錢 他不能再撤 他再撤他就一無所有了 但在中國有見識的窮人 他真的一無所有 他可以論出去他沒差 對吧 有錢的人他可以透過 其他方式資產轉移 中產不行 而中共恰好又在打壓壓榨這些群體 對吧 前幾年打壓補教業 前幾個禮拜打壓醫療體系 現在又宣布要打壓 去鬥爭學校體系 你看一下是不是 我說了 把哪個行業的誰抓出來 把他們的錢全部都變成中共 因為中共現在缺錢嘛 所以我做這個行為 我可以得到兩個好處 一 我可以把這些產業的錢 全部放在我高官的口袋 之外 我還可以給小粉紅看 你看就是這些人在壓榨 咱們中國社會 就是他們在壓榨你 所以我把他們抓出來 你們小粉紅看 我中共中央一名偉大 對吧 都是他們在害你的 不是我 然後小粉紅又愛黨愛國 維護黨中央 殊不知這些都是中共中央 要默許定出來的潛規則 必要的時候 才拿出來轉移矛盾給你們看 所以他們只是棄子而已 所以我說為什麼小粉紅還會繼續歌功送得愛黨愛國 即便他們被要求土錢 最近市政府要求我們退還2021年的部分獎金 年輕人退得最多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年輕人最多是小粉紅的原因 因為他們沒有被社會鐵拳毒打過 所以他們非常的理想化 我要退八千多 退款金額全單位最多 但是我支持市政府的工作 激其退款 希望退款能用來改善民生 我的一切都是黨和政府給的 離開黨和政府 我什麼都不是 我家市售國恩 唯有金中報國 你看被退八千多塊人民幣 多少錢 差不多三萬五三萬六台幣 然後你卻說 希望這些款項可以用來改善民生也瘋了吧 我們台灣人在拿退稅 在拿一些補助 在拿一些福利的時候 中國人在還錢給政府來貪污 然後還有一些台灣人覺得 這些錢不要發給我們 這些錢應該要拿去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對然後政府不發錢的時候 你又說為什麼不發錢給我們 這就是民主國家的難處啊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中等收入陷阱 裡面有六條 我們來看一下中國是不是這六條都符合 一投資比例過低 沒錯 中國的民營器投資非常低 而中國的帳面數據都是用國營企業去代替他的投資比例 但是你把它拆開來看 你會發現民營企業的投資超低的 借不到錢沒有貸款 我也沒有勇氣去借錢創業 中國現在這樣的環境對不對 所以中國一直印錢去借給政府 或是借給國企央器去投資 那第二個製造業成長放緩 這個不用多說嘛 第三產業不夠多元 也是沒錯啊 四勞動力市場貧窮 二三四其實是算同一點 第五國民受教育程度低 這個我上個月有做了西安高考 河南村回流 國裡面有稍微提到這個 也算符合啦 六 人口老齡化 少子化嚴重 內需不足 沒錯啊 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一人口老齡化大國 而且他的少子化跟他人口比例來說 確實也非常嚴重 所以中國確實是進入了這個模式 小粉不用否認啦 除非你看不懂這是什麼意思啊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啦 去買個芒果吃啊 你會更不喜歡 我是巴勒 下次見啦 掰 乾杯